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谁人不识纳英 他可是中国内地乐坛大姐大 歌坛金牌导师 从来只有他指点别人将选手弄哭的份 即便是在2016年 纳英发微博力挺王妃 引发黑粉大规模骂战 他也没有怯懦过 对那些恶语伤他的人一个个手撕回敬 那一场骂战让网友一个个成了瓜田里的渣 撑到惊心动魄 娱乐圈有史以来 敢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公然引发骂战的 纳英是第一人 敢对网络暴力说不 纳英是娱乐圈第一豪杰 如果换作其他明星 恐怕早已经让媒体炸锅 黑料横行 声誉岌岌可危 可是纳英始终稳坐歌坛大姐大宝座 地位固若金汤 率真不做作 霸气不凌然 爱憎分明的纳英让粉丝的爱有增无减 当初看到浪姐二公布的名单里有纳英名字时 不少网友还是表示惊讶 作为红了几十年的歌坛天后 纳英明明可以靠资历安安稳稳躺着数钱 为什么要在53岁高龄时下凡折腾自己 众所周知 浪姐最终临选出的成团选手要求唱跳俱佳 纳英唱功一流自补必说 但是要论舞蹈 恐怕七十的大爷都能笑傲纳英 参加浪姐二 纳英从金牌导师的神坛走向任人评说的舞台 从自己的舒适区走向未知的挑战 明明知道是自己的雷池 偏偏要冒险烫雷 这一份无畏和气魄就让人徒生敬意 有多少人当初看到纳英参加浪姐二都搬好凳子坐等笑话 更有不少人觉得他会就此跌下神坛 初次公演排练时 纳英就遇到了不少困难 节目组舞蹈总监看到纳英的舞蹈动作忍俊不惊 瞬间和雕塑联想起来 他和王欧 左小青三人组队 一名歌手加两名演员的组合 谁唱了都觉得纳英可以在唱歌上引领其他两人 可是事实比想象更加让人脆不及防 直到王欧和左小青都将自己的歌曲练习通过 纳英还是找不到唱歌的状态 不是跑调就是跟不上节奏 唱了几十年歌的歌坛天后 居然不如两名演员会唱歌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纳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浪姐二第一期公演时 纳英的舞蹈被王友们戏称为跳大神 动作笨拙 身体僵硬 表情管理失败 好在强大的路人员让王友对这位53岁歌坛天后的舞蹈比较宽容 况且这么独特的舞蹈画风也不是谁都能跳得出来的 本来凭借独特的舞蹈风格和超高路人员 纳英就可以一路过关斩将 轻松笑到最后 可是她却再次发起新的挑战 组队跳踢踏踏舞 踢踏舞虽然好上手 但对节奏和频率要求非常高 特别是团队跳踢踏踏舞 只要有一个人的动作持质 那整体的舞蹈没干就大打折扣 何况纳英的舞曲动作难 配合难 还有超高难度的舞台走位走上钢琴 在舞蹈排练时 五个人始终都做不到整齐画一 竟然有序 舞台总监刘卓巡查时 点评纳英这一组动作不齐 纳英是团队中最拖后腿的那一位 她的节奏跟大家脱节 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作为队长 纳英明明可以动用队长的权威和歌坛天后的盛名 对团队施压 让大家迁就自己 降低舞蹈难度 可是她却决定自己死磕舞蹈动作 赶上团队节奏 哪怕因此让自己平临崩溃 以致委屈落泪 这样的决断和担当又帅又撒 让人顿生好感 只有舍得对自己狠才能绝处逢生 迎来柳暗花明 每个人都曾有一鸣惊人的梦想 只是有的人走着走着忘记了初心 有的人却一路披荆斩棘 无视艰险 一往无前 有不少网友感叹 本来是想看纳英笑话 结果反而被她圈粉 她在节目里如此真实 有走出舒适圈的焦虑 有恨自己不争气的泪水 她如此努力 有拼搏的汗水 有落后的恐慌和永不放弃的执着 她是一面镜子 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曾经的自己 她是一面镜子